本席要針對文化局 一組好 好 謝謝 我們講真的啦 我們媽媽市長是很棒的一個溫暖團隊 他的很多的這個措施 你看包括 剛剛本席想說怎麼來到現場 感覺這個我們後面的很多的記者室那邊 人幾乎都是淨空 他們說因為媽媽市長目前正在舉行 我們人口破280萬的這個記者會 本來不是要過去參加 因為真的太棒了 因為在人口銳減的現在 每一個都市 每一個城市 人口銳減 包括我們每一個國家 人數銳減當中都變成一個國安危機 那麼在台灣來講更是如此 那每一年生的這個這個嬰兒 不斷的這個銳減 那對國家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去那個 所有過去參加會本是先肯定 很棒 那既然孩子銳減 那我們如何讓孩子 有一個很棒的一個環境跟空間 本期這個以前在讀書的時候 這個常常要去圖書館 藉這個地方來讀書 這個以前 當然現在很多的學生 慢慢的我們慢慢在重視當中 這個空間都已經圖書館的環境都改善很多 那而且也讓我們的這個讀書 閱讀往下不斷的紮根 所以我們文化局也辦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活動 不管是在哪裡的一個地方有空間 我們盡量把它騰出來 把它變成一個非常 這個優質的一個閱讀環境跟空間 讓這個小小朋友 讓小朋友 讓學生 他們都有一個很棒的閱讀空間 因為讓他喜歡讀書 總比讓他去小的時候就開始玩山西 這是好事 因為讀書來講 慢慢的讓他能夠去了解 這個聖賢跟古人的智慧 來 那個文化局 你針對本期所提到的 如何完備圖書館環境 那打造幸福的閱讀程式 你要不要簡單說明 讓我們的市民鄉親知道 我們文化局在這個區塊如何用心來 好 非常謝謝義作對我們這個閱讀推動的關心 那第一個也要感謝我們議會 尤其是義作 對我們預算上面的支持 不只在3年前 其實我們已經增加了整個的購書 預算到1億 是全國最多的一個縣市 那第二個當然我們也會從硬體的優化 就是像比如說以平林圖書館來說 那平林圖書館我們在110年已經做好 空間改造的這樣的一個工程 那最近我們也希望能夠再把一樓作為優化 那近期也將開幕 那當然軟體活動不可免 所以呢在整個開幕的時候 我們會跟荷蘭辦事處來做合作 會有一個荷蘭的繪本展 所以也透過硬體跟軟體 這樣子的雙軌來做進行 那充實我們整個大台中地區的圖書館資源 活動跟閱讀的一個饗宴 那當然我們說閱讀力就是城市的競爭力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能夠厚制我們所有市民在閱讀上的喜好 那也謝謝一座的支持 好閱讀力就是厚制 什麼 城市的競爭力 太厲害了 這句話都是從我們的總統講出來多好 你看都位階了 我們講真的 你看我們現在台中就這麼做了 為什麼要因為你閱讀 而且閱讀當中我們講真的 古文的智慧才是帶給我們 深遠 值得順思 這閱讀真的很重要 絕對不要用顏色去區分 因為古文的智慧 他能夠穿越時間跟空間的限制 他絕對有他的道理 所以聽局長這麼講 我們讓我們的小小朋友 讓我們台中市民每一個 不管是家長或小孩子 他在台中市 他就有一個很棒的閱讀空間 好 局長謝謝 大家都辛苦了 好 感謝